我首先說今天我是以個人身份出席這個活動 因為我相信這樣會蔡英所欲言一些 剛才我猜蔡英芝一開始的時候說的一件事都頗重要 就是他當初跟前任校長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都頗清晰一件事,這是一個籃時的校舍 因為那時候已經有一個計劃在籃球上起了一座新 而未起好之前,連市外術院開始有上課的需要 所以政府就用一個特貴的租金租了這個地方 就是他當時是藍時的籃時校舍 所以後來大家說為何加租六倍的問題 其實就是一個特貴租金和市值租金的分別 這個是我一直在這段時間裏面在不同的方面拿到的信息 第二件事就是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UGC已經撥了一些資源給大學 在市外術院的設施裏面在新的大學裏面落實了 所以你說大學是否可以再爭取到另外一些資源 再用額外的錢租這個地方呢 這個我看到大學似乎也有的困難 這裏我又不是想幫大學說話 因為我都說是個人的身份 這只是我一路會得到的一些訊息 剩下我看同學 在這段時間裏面大家的爭取 我覺得完全是一個很有道理 那個道理也都包括在一些感情上 大家對這個地方 一直以來在學習的環境給了你們的刺激 這件事我覺得同學對他們的珍惜 我想我們作為老師是很欣慰的 大家看到我前面有一盤東西在這裏 其實我亦想開始講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在去年開了學部多久 大概十月左右的時間 我們下面有一棵樹 那棵樹我相信是被這個建築物環繞的 因為它正正在建築物很貼近的地方 正常的情況下 你不應該種一棵樹在建築物這麼近的包圍 唯一的解釋就是 未起座樓的時候已經有這棵樹 而這棵樹已經漲到一定的程度 大家不太捨得砍掉它 這些座樓有多久的歷史呢 大家如果有留意 那棵樹一進門口那個機石那裏 其實就鑽了1934年 即是1934年電機 到現在就78年了 這棵樹很明顯是老過78歲 因為在建築時應該已經是 去年十月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跡象 又不在打風期間 無緣無故 星期六倒塌了 幸好是六頓不用上課 沒有人經過 而且是想得很快的 只是有一位保安員工在那裏 即是有這樣小小的消息 但未去到大家很熱烈地爭取一套 而且很快的反應就是 覺得這棵樹是象徵了ABA 那棵樹是一棵蜂蜂蜂蜂蜂 接著在Facebook各個社交平台 已經出現了一個叫鳳凰烈盆的行動 大家也記得 那件事我都挺感觸的 聽說說感動 都挺感動的 因為倒塌後的第二天 就好像已經有同學跟我說 可不可以叫學校不要就這樣 車了那棵樹去頂 因為大家對它很有感情 我都很理解 因為那棵樹每年去到大概是春天的時候 整棵樹很紅色 即是鳳凰烈盆的 就是燒到紅色 很多同學有很多美麗的回憶 包括拍了很多照片 整棵樹都紅了 所以那些同學就說 我們不如做些事情 接著網上鳳凰烈盆的平台 有很多討論 就是覺得那棵樹是自己的 我們要做些什麼 有很多千奇百怪的方法 包括說鳳凰烈盆的肉火重生 不如我們在這裏燒了這棵樹 然後拿灰來做些什麼 那我就說 大家挺有創意的 接著我在Facebook那裡 如果大家記得 我都寫了一條仔細 我就覺得 這棵樹是否屬於我們 我們是否有權去討論 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這棵樹 正如我剛才說 那棵樹應該在這座樓之前已經存在 而這座樓在我們進來之前 有很多不同的機構 最早的當然是英軍 接著是警察CID 分別學校 接著是空池 那種種的支持 比我們這麼早 在這個地方 有些人 對這棵樹都應該有它的回憶 都應該構成 大家的一些共同的美麗的景象 那最後 大家的討論就是 不如我們 因為到了現在 我們這麼幸運 在我們用這個地方的時間 那裡想了 我們好像也有些責任 去做一些事情 不要停它 就這樣被大學 撤去那田區就算了 那但是我就 我就提出 我們其實應該做最少的事情 如果要改動這棵樹 做最少的事情 令到它有一個理由 結果都有一些討論 我們就說 不如我們將它造成一件公共的地方 所以現在大家還在下面 就是我們office 對出 倒了最大的四折 我們保留了它 而且有其中兩折 我們做了很少的事情 用了兩個weekend 有些同學回來幫忙 因為剛剛那個學期 我們sculpture 就在做著作物 他們就回來幫忙 就作了幾個座位 在兩個樹 我講這個故事 是想講什麼呢 其實到了現在這個階段 我是幾 不知怎樣自處 原因就是 好了 一開始 講平 這個是一個暫時的地方 那個租約是一個暫時的租約 或者是一個特位的租金 然後大家很不捨得 這個當然我很理解 但是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 繼續去爭取 可以用這個地方 在UGC已經給了錢 建了一個新的樓 而我們又不是很遠觀 進去 因為它有很多問題 在處理 大學 我估計 如果它真的很積極地想 衛士國藝術院的 將來進一步的發展 去做多些事情 它是要拿額外的資源 租這個地方 並不是一些 UGC已經給了錢 這件事是否可能 我不知道 但是怎樣要令到這件事 更加有說服力 因為在大學的角度來看 每個部門都欠資源 為何要特別給你多些資源 在UGC的資源以外 再給你拿去租多一個地方 剛才奧斯卡提了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同學 甚至學校 怎樣可以讓公眾 社會 要讓大學知道 我們用這個地方 其實是教學以外 還對社會有更多的責任 包括對社區的一些好的影響 這件事我們不是不知道 也不是沒有做 不過當然也可以再做多些 其實在市外藝術院 成立不久之後 已經有一個特別的小部門 其實有一兩位老師 和同學去負責 做一些社區藝術推廣的工作 特別是在附近的社區 這件事我相信大學一直都有部署 就是為何我們累積更多這些公職之後 將來可以再進一步 和政府爭取 作為一個發揮社區藝術影響的機器 來到這個階段 還有幾多機會可以再讓政府看到 能夠值得給額外的資源 去計算用這個地方 這個我相信要做的事情 還有很多 但是事實上 現在也有一個緊急的階段 就是我們要考慮 在接下來的九月開學的時候 大家也會知道 三三四是Double Coors 有兩屆的學生同時 來讀一年班 三年級 在很多資源的分配上 我們現在也不能再拖延 是否我們決定完全不去新的CPA Building 如果不去的話 即使是現在這個地方 似乎要應付接下來兩屆學生入學 亦都很緊張 所以現在做的就是 我們已經有一部份要搬過去 一部份搬過去 這裡有一部份要騰空出來 起碼我們先不用 誰來用我們不知道 因為未來這一年 事實上大學也要拿過去交租 所以憑空了一些部份 我們搬過去新的CPA Building 剩下一些我們覺得 是不適合搬過去的 譬如一些比較重力的工作室 標數、圖數、首飾、玻璃等等 我們現在就會是 在來近一年 這幾個重力的工作室 繼續留在這裡 來近這一年 起碼有一半的地方繼續用 怎樣再利用這一年時間 去爭取 將來是否可以搬走了 可以回來再用 這個不知道 但如果我們今年 不是這樣去部署 保留一半的地方 那邊又用一部份的地方 似乎 普教還教的能力就更低 我自己覺得 這個唯有是一個 我來近一年用一半 進可攻 退可守的方法 這個我只代表自己立場 明不代表事 我看見那些紀念品 其實就是我幫我摘了樹 之後那些同學還有很多想法 可以拿種子 再種上樹 我也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但我聽到同學這樣說 我很好心地去收拾所有種子 盡量收拾 盡量收拾 而且我選過 選過一些特別肥美的 然後我去盡量 購買了一百個小膠袋 很奇怪的是 我收拾了那些肥美的 我沒有數 我今天上午 總是回來入膠袋 因為我打算做幾個小膠袋 不多或少 是一百個 你當我講鼓 這個世界太多的考核 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特別是政府會界 所以我不知道 現在一年我們可以做到什麼 但我覺得大家繼續表達 對這件事的關注 我再繼續發揮大家的社會 領導